Hello,Hi,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一見我就發了 不發都要發了 你看看,後面這些全部 很多 前面也有,後面也有 三間店舖,樓上樓下都有 六層,全部都準備了 7月14日 7月14日 就要拜兄弟 很多人都拜街邊 我都準備了,念經 重經,做回向給好兄弟 除了,很多人都問 除了拜好兄弟之外 可不可以拜祖先 和拜先人 其實是可以的,很多人都會這樣做 一些是 三月過了清明 有些五月絕都拜的 有紙箱那些,你們都可以 平時過來買,可以燒給祖先的 沒有選擇日子的 分分鐘,瑞士,每天都可以拜祭的 如果你說你有孝心 你隨時都可以做的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十二生肖 今天是講到熟龍 熟龍來講 在今年裡面 好還是不好呢? 在五月份 因為還有幾天就是六月 六月來講,我再跟大家 分享六月的雲情 我就跟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五月的 因為五月現在尾 所以說熟龍的朋友 十二歲 二十四歲 三十六歲 四十八歲 六十歲 七十二歲 八十四歲 九十六歲 一百零八歲 那麼熟龍的朋友 可不可以做生日 其實是可以做生日 百無禁忌的 什麼歲數都可以做 是可以的 那麼我就講回 簡簡單單 跟大家分享這個五月份 這個雲情會怎樣 五月就太陰高招 又貴隱協助你 所以有機會很多在你的眼前 在你的手中 你就要把握時機了 而且做什麼都好 好生輝 你明白嗎? 有很多事都好輝煌 做到好成功 做生意的人來講 都會賺錢的 投資的方面都是賺錢 洩來講就差一點了 沒有那麼緊要 起碼你投資都有風險 那麼你做什麼都好 得心所緣 你求的東西會拿到 你明白嗎? 所以做什麼事情都好 都可以做生意 我們說的 都可以擴大你的生意 都做到相當又升又升的 所以五月份來講 有什麼都好 做什麼都要小心 不過呢 有一件事就是 有一個灌索 星君在搞狗陣 沒有光顧 但是呢 有天氣星在幫你化解 大事化小 小事化毛 所以熟龍的人 一直來你的運氣 都是相當不錯的 你繼續去做 繼續去做回你自己 應該做的事情 別人的事情 你就不要那麼多事了 所以有什麼都可以幫你化解 財魂亨通 橫財就就手 這樣吉慶就有餘 所以你做什麼都好 五月份相當不錯 如果六月份好不好呢 我到時就跟大家分享 所以五月 投資做賣賣什麼都好 你都去做 OK 好 麻煩那麼多了 拜拜